这话就是学校校庆 所以我们又停课了 我想说这个进度一直 而且我们才16周 16周扣掉东扣西扣 也没办法上开多课 所以我就用这个影片的方式 所以你们自己再把那个影片看完 然后完成这个作业 这个作业基本上主要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资料是来自于网络 也就是说我今天有个需求 什么需求 就是我的网页 网页上的资料 要把它变成Excel的资料 网页变Excel 那其实就爬虫 那其实Python也是做这些事情 Python做什么 就把网页或者是网路上的资料 爬下来 那爬下来放哪里 那Python最后发现 我发现最近大家最多还是把它放Excel 那你不如直接用Excel里面的VBA不就好了 所以没有哪个是完全是 都是最有优势的 反正工具谁能用 那其实你会很难吗 其实倒不会 只是有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页面总共有72个Page 所以我们当我点第一个 它上面会跳IndagePage等于1 所以如果你点第二个 Indage会变成2 所以其实我们做了什么事 基本上就是把1到72页的资料 要让它可以转 然后把它抓下来放Excel 那因为呢 我们要抓这件事很复杂 所以我把它稍微精简一下 先抓第一页 所以这边我有给各位一个范本 那这个范本原来长比较涌长 我把它精简了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范本 那提供给它两个资料 一个资料就是你的网址 放这边 然后你的网页上面的table是第几个 好像算起来是第五个 我在影片上有你们自己再看一下 那把它抓下来之后再跑个回圈 回圈的话就forI等于1到72 有72页嘛 所以丢到IndagePage等于2 IndagePage等于I 把它放到这边来 那它就会一页一页抓 抓完之后把它放到最下面 所以多一个K 那K的话实际上就是 当你抓到第一页之后的话 你在向下追踪 加1的意思就是最下面的下一列 所以一直抓到全部把它抓下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上次上课的东西 写完之后 当然我们就把这些假设清楚好了 OK 那你可以一下第一个step 就是把它全部抓下来 执行完 那好处就是说以前可能要 不会用爬重变C、C、C、V 用人工的方式上回时间的 但是你爬重完 大概就几秒钟的时间 它就帮你把所有的72页资料 全部通通都下载到那个什么 到我们Excel 所以其实就是这一段程式 然后Run了一下你会发现 它其实在Walk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去抓到这个网站上 这个网站有没有 UIL这个网站的所有资料 放哪里放在Range的A K的话第一次是E嘛 一直往下放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资料 就全部下来了 这个紧字号是宽度不足啦 把它拉宽一下这样OK 然后感触向下 总共的话又有6507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应该是2023的11月14号的号码 14号不就是 14号不就是礼拜二吧 所以它好像是礼拜二跟礼拜五开奖 今天晚上应该会开奖 这边礼拜二礼拜五礼拜二礼拜五 然后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不过这个还没完 我希望把这些资料做后续处理 留下什么 6个号码加特别号 所以我在云端上面的部分有分析 我需要解决有三个问题 分别是把一些多余的栏名 还有这个一些号码把它分开来 那所谓的多余的栏名就是 它每一页上面都有什么 日期大路透中两号码 特别号备注 所以你看往下 这边有一个 这个是第二个配局 那第三个配局的话 一样 所以有72个 那我要怎么快速把这些删掉 于是我就写了一个 其实就是排序 其实什么排序 就是把A栏的地方 我看一下 我这边好像写了一个 sort的一个程式 这个sort的程式的话就是 A栏 所以以A1当基准 点sort排序 那排序的话呢 基本上由A栏排序 那排序的话这个叫做 ascending的话就是 记得ascending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递增还是 我看一下 递增嘛 OK递增的话是ascending 那descending的话是递减 OK 那黑的的话就是有栏位名称 这个一定要有 如果没有栏位名称的话 它会把你那个低列拿来排序 那就错了 那再来就是把底下的资料删掉 那资料怎么删掉 最简单 因为你排完之后 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就出现了 那再来我就把B1向下追踪 Ctrl向下 有没有发现 它底下的资料 其实就可以全部清空 所以我向下追踪 从B1向下追踪的下一列 就是我要开始删的第一列 那我要删到哪一列呢 那其实就是从A1 Ctrl向下 所以下面这些我要删的话 那其实我是可以写一个 就是用Rose.delete 那我跟他讲什么 我从B1向下追踪加1 所以我知道说 开始的地方是2147 那结束的话就从A1向下追踪 得到的就是这个啦 6507嘛 对没错 然后我把这两个范围 后面加一个Dandelete 那这样的话 整个这个资料就全部删掉了 有没有 全部删光了 所以留下的资料呢 就是我们要的 所以你会发现蛮快的 瞬间完成 然后再来的话呢 增加那个6个号码 因为我要把这个6个号码把它分开 你说老师不分开不行吗 因为他一个储存格 他没办法去做统计分析 因为你资料6个都放 不行 一定要把它拆开 那拆开怎么拆 所以我把这个后面加蓝位名称1到6 所以我写了一个重甲号码1到6 所以我把它执行的话 这边有个1到6 那也就是啦 其实这一段回圈 其实就是执行这个结果啦 OK 这一段就这个 你说老师为什么是4J 反正J我习惯用 当成水平的话用J 纵向用I啦 这个我个人习惯 那1到6的话就是输出1到6这个号码 那输出到哪里 你说为什么要加3 因为从第4栏开始 有没有 那如果你从第1栏就不用加啦 因为它这边是4嘛 对不对 这个指的是哪一栏 所以把它加3之后 它就45678 不就输出刚刚好就这个6个号码 大概是这样啦 你说没有别的写法有啦 OK 反正你想个办法 把那个号码填到 这个D1到A1都可以 OK 好 那再来就是把这些号码 扣到这边来 这些我们可以用资料扣C啦 比较快 OK 扣过来了 再把B栏给删掉 有没有 那这样不就可以做统计分析了 那怎么统计分析 把这个范围定义成一个什么 就是特别号一直到6个号码 所以游标放B2 Ctrl Shift向右 再把它向下 有没有 这边Ctrl Shift向右 再向下 那这个范围 我们干脆定义一个名称啦 这个叫什么 这个范围我干脆叫大乐透算了 所以你打个名称叫大乐透 好 那以后呢 Enter喔 再Enter 以后这个范围就叫大乐透 怎么会找一个 那没关系 重新再来 如果你假设你范围不对 你就重新再定义 右边放这边 Ctrl Shift向右向下 如果你范围刚刚好像少选一栏 OK 没关系再重选 然后再一样 把名称贴上 再Enter 怎么又跑 如果实在它一直不OK的话 还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到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不要从这边 你从管理员里面看一下 看一下范围对不对 这个范围好像不太OK 它好像本来就有了 还是错 所以有几个范围 要不你把它删掉 重新加 要不就是从这边去修改 那这边怎么改呢 其实就是重选啦 OK 所以你把这边Delete掉 然后呢 给它一个范围 把它油标放这边 Ctrl Shift向右 再向下 这样选完打个勾 这个范围就是大乐透的范围 那我们一样就是可以做什么 做排名 所以你最后跟那个上一次 上课的那个方式一样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什么 到底哪一个的几率是最高的 有没有 就是几率算完 然后算名次 算名次之后再算排名 最后我是把它写一个VBA 那就可以直接帮我按照顺序 把那个排名全部排出来 那我可以大概知道 原来历年来 那个大乐透的开奖号码 几率最高的 大概是这些号码 41 8号 2号 那这些 所以如果假设你真的要买那个乐透 想要能够真的有机会中奖的话 或许可以分析一下吧 好 那这个的话呢 是上个礼拜的一个重点 那细节部分的话 都在那个我们的Moodle 所以你们Moodle里面的公告区 所以每次上课会把公告 影片贴到公告 所以这边有了 那连结里面就会有那个 上课的影片部分 那你们自己再回去 细节部分自己再看 因为时间真的没有那么太充裕 那今天的话原则上 我们就再来看那个 另外一个一道题目 所以这个细节自己再看一下 这总共有四个影片 会比较详细的说明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话原则上 我们要再来看另外一个题目 所以待会的话 请大家帮我开另外一个范例题 这个范例题的话是第四个单元 数学函数 里面有一个叫黑名单筛选 这个范例 然后呢 这个范例其实逻辑满简单的 需求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可以帮我把这个查询名单 那你可以看查询名单有几个 Ctrl向下 有一千个 假设我们要查一千个 这个email信箱 这些email信箱到底是不是黑名单 那我们的黑名单在这边 这个黑名单指的就是 所有是黑名单的都在这里 总共有几个 你游标可以放A1 Ctrl向下 大概有两万两千两百二十三个 那也就是说啦 你要怎么知道说 这个人的email 他是不是黑名单 也就是假设啦 这个是之前上课的一个学员问的问题啦 他说每天他查一大堆资料 因为可能有些会员要注册嘛 他不知道说这些email到底是不是能够注册的 如果是黑名单就不让他注册 可是如果用人工的方式来比对的话 那不得了了 哇 这么大范围 两个范围都非常大 一个是两万多笔 一个是一千笔 那怎么比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是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Count-if函数 其实这件事就简单了 所以你们想想看喔 先帮我开黑名单筛选这个 然后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帮我查 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不要土法炼钢 土法炼钢用什么 用Count-F吗 Count-F我看你应该会查蛮久的 那最后把查到四黑名单的结果 帮我把它贴到 查询结果的这个工作表里面 OK 那这样要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帮我开一下 这个黑名单筛选这个范例好了